2017年夏天,林月开始了一场姐弟恋。在此之前,她刚离婚两年,带着孩子住在桂林娘家,开过米粉店当老板娘,也做过销售员。最后因为实在忍受不了前夫,选择了离婚。林月想这辈子都不相信男人了,靠自己也能活得风生水起。 她把女儿交给父母。跑去上海学了三个月美容美甲。回来后就开了一家美甲店。很快就赚到了钱。可是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。大家好。我是侦察院频道主播老黄瓜。接下来继续讲述今天的故事。林月认识徐亮是夏天快结束的时间。林月在小区楼下开美甲店的第三个月。隔壁的女装店经营不下去了。 被一个年轻男人接手后。开了一家水产店。专卖鱼虾。作为邻居总要打招呼。加上林月性格活泼豪爽。很快就跟对方熟悉了。知道她叫徐亮,25岁。还没结过婚。 也没有女朋友。她们两家店打样时间差不多。每天晚上。徐亮卖不完的鱼。或者还没死掉的虾。总会送林月一些。让她别嫌弃。还能吃。林月也不客气。问徐亮是不是在家不做饭。徐亮挠闹头。说她一个人懒得做。 随便吃点就行。那时林月女儿读小学四年级。她每天下午到四点钟。就要关店去接女儿晶晶。跟徐亮熟了后。林月的店就不关了。让徐亮帮忙应付一下。她很快就回来。徐亮能说会道。 好几次还真帮她留住了客人。林月给顾客服务时。 晶晶就在门口写作业。徐亮在门口打游戏。顺便帮她照看晶晶。有时林月出来。会看见徐亮跟晶晶在吃冰淇淋。 晶晶的眼睛闪闪发光。她忽然有些恍惚。久而久之。跟徐亮的关系近了不少。 有时晚上林月忙完了。就会请徐亮吃饭。三个人去吃饭。服务员以为他们是一家三口。林月叫服务员别乱说。自己可大她好几岁。服务员大姐笑着说现在流行姐弟恋。林月看了一眼身边的晶晶。没再接话。其实徐亮喜欢林月。当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时。一个眼神就懂了。 林月自然也看得出来。她也不讨厌徐亮。只是不过她才刚离婚没多久。不想这么快进入下一段感情。因为上一段婚姻。实在是把她伤透了。 林月认识前夫周德凯时。才刚满18岁。她没考上大学。加上是家里的长姐。所以她早早就去深圳打工了。 林月是在工厂认识的周德凯。周德凯大了她9岁。也是桂林人。而且周德凯追得紧。也舍得为她花钱。没谈过恋爱的林月。很快就沦陷了。恋爱后两人很快同居。没想到第二年怀孕了。 周德凯还挺开心的。立刻就跟林月求了婚。林月当时还在热恋期。对怀孕没有恐惧。只觉得幸福。自然听之认知。不久后两人一起返回了桂林。林月跟父母坦白后。就跟周德凯住在了婆家。 从此林月的噩梦就开始了。婆婆当年17岁结婚。18岁生了周德凯。所以现在也没到50岁。周德凯的爸爸退休后。不是去钓鱼。就是在排桌上。家里是一概不管。林月生了女儿后才发现。周德凯就是她爸的翻版。 都说父母爱孩子。可是周德凯不爱。别说换尿布了。有时她抱也懒得抱一下。林月绝望了。但是又能怎么样。娘家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在读书。父母因为她这么早怀孕结婚。一分钱彩礼也没拿到。觉得丢人。她不爱回去。只能在婆家熬着。婆婆时不时就找茶。因为在学校食堂上班。 所以不帮忙带孩子。回家来还挑刺说林月卫生没做好。周德凯在朋友的家具店找了份工作。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赚了钱也从不交给林月。而是给婆婆。由婆婆每个月给她发生活费。有时想多买件衣服都难。晚上周德凯跟朋友出去吃喝玩乐回来后。倒头就睡。林月一肚子委屈只能咽进肚子里。 不管婆婆怎么说她。周德凯从来不帮她说一句话。渐渐的。爱情被消磨得干干净净。林月只管照顾好晶晶。等将来晶晶大点。弟弟妹妹也大了。她就离婚。终于林月熬到晶晶九岁了。她也已经二十八岁。不想再耗下去了。林月提出离婚。周德凯自然不答应。 婆婆也说她就是吓唬人。林月冷冷一笑。拿了把菜刀架在脖子上说。不离婚就死在他们家里。让他们一辈子背着一条人命。这才离了婚。离婚后。周德凯时不时就来找林月复婚。 林月态度坚决。声泪俱下地控诉自己这九年多的委屈。还说她再赶来就报警。周德凯才样样地走了。林月不是不懂事的人。她允许周德凯每个星期见一次晶晶。但是没想到周德凯直接放弃了。说没什么好看的。林月没忍心告诉晶晶。只跟她说爸爸太忙了。离婚后。林月整个人都快松了。 忙着赚钱。陪晶晶开心健康地长大。没想到会遇到一个徐亮。圣诞节时。徐亮跟林月表了白。都是成年人。没什么扭扭捏捏。经过几个月的相处。林月也有些动心。不过她说谈恋爱可以。结婚不行。没想到徐亮调侃说她这么自恋。还没在一起。就想着结婚了。林月被徐亮。 徐亮这么一逗。也觉得自己有点好笑。不过这是她的真实想法。恋爱是瞒着晶晶进行的。毕竟晶晶很快就要进入青春期。怕影响到女儿。晶晶在时两人规规矩矩。晶晶不在。 徐亮就会凑过来。恨不得黏在林月身上。很快四周店铺里的人。都知道她俩在谈恋爱了。恋爱的最初都是甜蜜美好的。林月明显能够感受到徐亮的爱意。虽然徐亮比她小了四岁。 但是徐亮很能理解她。因为晶晶在。他们一直不能同居。只有女儿回姥姥家过周末时。他们才能温存片刻。但徐亮没有过丝毫抱怨。徐亮对晶晶也很好。晶晶一点也不排斥她。 一口一个叔叔的叫。有一次。林月还听见晶晶悄悄问徐亮。自己可不可以叫她爸爸。徐亮告诉晶晶这得问问她妈妈。女儿没敢来问林月。但是林月却跟女儿认认真真谈了话。林月告诉女儿。她有自己的爸爸。不管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。爸爸永远是她爸爸。不需要再找一个爸爸。 女儿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。林月以为热恋期过去后。徐亮会喜新厌旧。她也想过了。如果徐亮要分手。她随时都可以答应。毕竟林月从没想过嫁给徐亮。但没想到一转眼。他们在一起两年了。徐亮对林月依旧热情不减。甚至还有了要跟她结婚的念头。林月内心有些感动。 但嘴上却说她不想再婚。还说徐亮父母肯定也不会答应。她娶个二婚带孩子的女人。徐亮认为她都这么大了。她能自己做主。林月坚决不松口。说如果她还要提结婚的事。他们只能分手。徐亮叹了一口气。 眼里有些许悲气。2019年开始。林月美甲店的生意越来越好了。收入翻倍了。她想着不能一直租房子。为了晶晶也要买个房子了。算算手里的钱差不多够了。她跟徐亮说这些时。徐亮的眼神有些暗淡。林月当然知道原因。 前不久对面开了一个生鲜超市后。徐亮的生意一落千丈。林月劝她别开了。不如找个班上。但是徐亮不答应。她说她不想离林月太远了。林月没再劝徐亮。 她反正不会跟徐亮结婚。徐亮是福建人。又是家里的独子。没什么大志向。只想安稳余生。经历过前夫那样的人后。林月实在不愿意再嫁给一个这样的人。没志向没前途。现在她有了事业。也有了存款。更不愿意把未来抛制在徐亮身上了。她不敢赌。也输不起。然而没想到。 刚步入2020年。疫情忽然来袭。美甲店被迫停止营业。林月没了收入。买房子的事情也只好搁置了。徐亮的水产变。也不得不停业了。林月到底还是担心徐亮。就让她退了房子搬过来一起住。 晶晶特别开心。关在家里三个多月。徐亮从不会做饭。变成换着花样研究菜谱。给他们娘俩做吃的。从不会拖地。到把家里打扫得窗明激进。徐亮也教会了林月玩游戏。 说一起玩才有意思。林月打得再烂。她也不抱怨。有人骂林月。她就骂回去。看着她互独自的样子。林月忽然有些想哭。跟前夫十年。她从来没有为自己这样过。 因为只有一个房间。徐亮只能天天睡沙发。但是她没有过一句怨言。 晶晶上网课。遇到不懂的数学题。林月是数学白痴。徐亮数学也不好。但她就在网上查解题方法。 在一遍遍的耐心的教晶晶。这些林月都看在眼里。她有些难过的想。徐亮以后应该会是个好丈夫、好爸爸。 可惜却跟她无关了。2020年4月份。疫情稳定些后。徐亮回了福建老家。林月的美甲电到期。已经被老板租给别人了。她就在美容院找了一份工作。在这个时间里。林月想了很多。想到最后。她决定跟徐亮分手。徐亮这么好。林月不想耽误她。虽然她不介意。但是自己真的不介意。 不想再结婚了。林月犹豫了三天。终于在电话里跟徐亮说了分手。没想到她居然哭了。徐亮在电话里哭得气不成声。问林月为什么一定要分手。 起初林月说她是一时新鲜。可是现在考验了她三年了。她对林月什么心意。她是什么人。林月应该了解。林月被徐亮赌得说不出话来。三年来相处的细枝末节。在她脑海里闪过。她也忍不住哭了。林月对徐亮说她爸妈不会答应的。徐亮问林月她怎么知道他们不答应。 林月愣住。只听见徐亮说。她这次回去就是跟家里人说。她要跟林月结婚了。 其实在他们在一起半年时。徐亮就跟家里人说过了。也没有隐瞒林月的过去。 徐亮的爸妈一听离过婚带着孩子。还比她大四岁。死活也不答应。 但是徐亮说这辈子她非林月不娶。现在过去了三年。徐亮的爸妈看他们还在一起。徐亮的年纪也不小了。已经开始接受了。 还让徐亮带林月回家看看。徐亮正要告诉林月这件事。没想到她居然提了分手。 这让林月很意外。她知道徐亮爱她。但是不知道已经爱到如此地步。作为一个女人。又怎么会不感动。徐亮试探着问林月要不要来她家。 林月握着手机。紧张得直冒汗。比她第一次结婚。第一次生孩子时还要紧张。等徐亮又问了一次时。 林月不知道哪里来了勇气。豁出去了是的说好。徐亮在电话里激动的尖叫出来说谢谢她。林月扑斥笑出来。马上说反正见了面。也不一定会结婚的。徐亮说没事。她来就行了。徐亮要来接林月。林月说她可没这么矫情。叫徐亮别浪费钱了。于是第二天。林月带着晶晶去了福建龙岩。 林月也没想到。她一来就走不掉了。见过徐亮的爸妈后。他们对她特别满意。完全已经把她当成儿媳妇对待了。连对女儿晶晶的态度都很好。 徐亮提议林月留在福建。她出钱给林月开店继续做美甲。她去朋友的公司帮忙。就连晶晶的学校都帮忙联系好了。林月没想到。 徐亮敲咪咪咪的为她做了这么多。可是想到再婚。林月还是有点怕。徐亮说她不催林月结婚。她知道林月觉得自己能力还不行。不够可靠。 叫林月给她一年时间。她努力给林月看。徐亮都这么说了。林月还能说什么。徐亮还真的说到做到。比从前努力多了。 虽然赚的钱不是那么多。但是态度摆在那里。足以让林月安心了。 就连徐亮的父母也说。徐亮现在上进多了。多亏了林月。这一年的时间里。林月跟徐亮的父母。也相处得十分融洽。 徐亮忘记了父母的生日。林月就会教育她。替她准备好礼物。逢年过节都会给徐亮的父母准备惊喜。 也会带她们出去旅游。2021年5月20日。徐亮又求了一次婚。这一次林月答应了。她已经想清楚了。她不想错过这么好的徐亮。也不怕徐亮将来变坏。反正林月有钱有孩子。敢离一次婚。就敢离第二次。只要徐亮不怕。她怕什么。 她们婚期定在国庆节。八月初十。林月回了一趟桂林。用她自己的积蓄在桂林老家买了一套房子。但是只写了她自己的名字。林月说还贷也由她一个人来还。 徐亮没有任何意见。女儿晶晶也十三岁了。跟徐亮的关系更好了。有时会悄悄叫徐亮爸爸。林月也不管了。因为她很快就要嫁给徐亮了。 好了。本期故事到此结束。我是主播老黄瓜。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。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